音乐上的成长 还可以更好 跳脱了舒适圈 音乐就是组织我的碎片 哈喽大家好 我是洪怡诺 这次的歌是一首柔美的抒情歌 感觉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个上世纪的女孩子 走在大街上有一点点彷徨的感觉 然后天上下着小雨 唯美听起来有点复古 把自己想象成歌里面的女主角 就是根据歌词想象拍摄的时候 该怎么做动作 该怎么去想象 音乐上的成长 这个应该是最显而易见的 因为在没有来参加之前 可能觉得音乐它最重要的 就是把它唱好音都唱准 技巧也都要到位 现在可能觉得 要唱好一首歌的前提 就是把情感性理解好 是情感的一个抒发式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主持人